五歲男童在家活蹦亂跳 開心轉圈 沒想到這個月四日 他到機構接受早期療癒 卻不明原因發生意外 爐內出血送醫 小男童昏迷插滿管子 還在家戶病房急救 家屬心痛表示 每天都會接送男童 到早療機構上下課 四日上午十一點 突然接獲通知 說上課時間發生意外 頭部重創緊急送醫 至今仍沒看到監視器畫面 不曉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好端端怎麼孩子會受傷 醫療檢查報告還要一個月 早療機構發書面聲明 積極配合調查 近代釐清真相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